而为了振兴花莲镇后的观光 花莲县政府吸手饭店业者 推出了建花莲 花莲建的活动 那么在全台连锁饭店 采购花莲在地产品 作为房客迎宾礼及办手礼 并且以当地食材入菜 推出为期90天的产地直送限定美赚 那么荣服花莲店更是加码 推出了Just Love It 5月天一路向东住房专案 提供演唱会接驳 以及5月天专属小物 主地方经济复苏 大火翻炒逼出松板珠的油脂香气 再加入花莲在地的剥皮辣椒 以及灵魂酱汁 咸甜的口感刺激味蕾 04、03后为了振兴花莲观光 知名饭店推出十道花莲美食 让你不用再跑花莲也能品尝得到 还有传统圆明舞蹈展现花莲风土民情 不只用美食吸引涛客 还用各种管道就是要让国民来到花莲行 在外先市 然后就可以就是享用到花莲在地的一些美食 那在5月天的这个活动 我们也推出了优惠住房专案 在入住期间可以演唱会的 享用那个免费的接驳 那也可以获得5月天的专属好礼 这次5月天为了协助花莲经济 章于11月2号和3号开工艺演唱会 观光署也同步推动住房补助 演唱会前三天以及后三天如果住两晚 最高补助3500元 预计最快将在10月底上路 其实真的在整个住房经营上面是非常辛苦 那除了暑假期间有到四成左右 那其余的时间大概都是落在三成左右 不过饭店也坦言在0403后 属其最航的订房率也仅回复四成 不过因为5月天即将来花莲开唱 目前住房率已经到达了六成多 就盼能延续艺人的魅力 吸引更多旅客停留在花莲的时间久一点 我们能够集结各个这个艺业来结合 让整个这个让花莲的曝光率 以及花莲的农特产品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媒合 让它更稳定的可以这个出到我们各县市来 为了关怀在地商家以及民众 县市政府还寄出振兴券 只要集贯人是在花莲 每个人都有3000元可以拿 要来鼓励商亲消费刺激进击发展 就希望能加把劲 努力恢复花莲的往日观光荣景 记者黄宝头龚宣 陈彦荣 提报导